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硕士数百位 对论文怎么样完成 经过审查 拿到硕士学位或是博士学位呢 它是有一定的要求标准的 那在国外有些大学的硕士是不要论文的 也就是它只要修完学文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那有些大学是要有硕士论文的 也就是说它如果没有论文它就拿不到学位 台湾的大学的硕士一定要有论文 所以假如有人对这个人的硕士学位有质疑 他第一个都会想说他到底有没有硕士论文 所以为什么贺德芬教授在彭文正的节目里面 他说他去英国政经学院就是蔡英文自己本身 拿到博士学位那所大学他去查探有没有论文 结果贺德芬教授他是台大法律系的荣誉教授 做事非常的严谨 他说找不到论文 那就像在台湾一样啊 在台湾如果你说你有硕士学位 但是你没有硕士论文那这一定是假的 所以贺德芬教授就提出了质疑就说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是要有博士论文 那如果没有博士论文 代表你这个学位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事件出来以后 沸沸扬扬扬了一段时间 总统回应就我们这种学术界的观点来讲 觉得很奇怪 人家质疑你没有论文 你把论文拿出来不就结了 推脱了半天到时候还是要告贺德芬 用司法行为 我们就不懂啊 这有什么好告的 人家质疑你就提出来就好 因为公众人物有被质疑的 基本的义务啊 当年一个大学的讲师 质疑国防部长杨念祖 论文他有论文喔 但是论文涉及抄袭 涉及抄袭 结果七天杨念祖 国防部长就下台了 全中华民国最短命的国防部长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论文涉及抄袭 所以总统的位置 比国防部长更高 影响力更大 所以总统的论文如果有问题 他应该要遭受的质疑 或是社会的要求 绝对是高于国防部长的 那他的第一 第一时间他应该把路拿出来 不拿出来还用告的方式 那告下去要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水落水出 后来因为又另外一位教授 又出来到伦敦政经学院去整个调查过以后 他的调查报告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所以总统受不了了 这种社会的舆论的压力 就出来拿出一本他以前的论文手稿 这个还说这个证明真的有论文 那这个对我们学序学院来讲的话 这样讲的话真的是锦头一球 为什么 有论文没有论文一定没有学位 有论文就一定有学位吗 错 对我们学序学院来讲 要合格的论文 要合整个的拿到学位的程序 最近有一个大学 校长的儿子拿到了硕士学位 结果后来被发现不符合程序 再一步处罚这个学校 同时把这个硕士学位要求要取消 有论文喔 有学位喔 但是不符合修学分的规程而已 所以拿到学位不但要符合有论文 合格的论文还要一定的学分程序 什么叫合格的论文 合格的论文就是 谁让你合格 第一 你的指导教授 第二 你必须要有 像在台湾 我指导的博士 一定要找到四位口识委员 两位校内的 两位校外的 为什么两位校内 两位校外 为什么要有校外 因为怕你们需要自己这些教授 因为人情关系 就直接呼呼通就让它过了 所以两位校外的委员 也要帮忙看 所以这五位 口识委员一定要最后签字 而且博士一定要经过两关 哪两关 第一关 初审 初审 初审之后呢 口识委员对你有哪些意见 你整个方向要改 还是哪些内容要加强 哪些内容要修正 整个弄完了以后才能够进入第二审 第二审就是绝审 绝审过了 通过了 还没完喔 因为很多考试委员一定会叫你修改 如果你没有修改的话 到最后的被确认 你还是不能拿到学位 那蔡英文在总统府提出来的论文 那根本不是合格的论文 因为上面没有怎么样 没有口识委员的签名 学生的考试成绩谁打 老师打 我给学生几分 90分 85分 80分 我负责任 那要有论文才能拿到学位 硕士论文拿到学位 谁来打这个硕士论文的分数 我们不但要打分数 而且70分以下是不及格的 有很多硕士 他到最后口识的时候 是被打不及格的 所以你一定要是合格的论文 除了有正式的合格的论文之外 这个论文上面还有分数的 分数打完了以后 口识委员因为 打完分数以后 你合格了 他们才在上面签名 而且经常都是要两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蔡英文总统提出来这个手稿 跟正正合格的论文 根本就是天朗之别 然后他带一句话说 这个证明有论文存在 对不起 有论文存在 不代表你是合格的论文 没有合格的论文 这个学位当然会继续被质疑 也难怪很多学者都在质疑说 这个整个的论文的过程 非常的不严谨 而且拿出来的手稿 也不能证明是合格的论文 一个国家的总统 诚信问题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蔡英文最好的方式是 赶快把他合格的论文拿出来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庄秦铭 我在无色觉醒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